本轮疫情以来 本市共有死亡病例87例 其中男性的死亡病例是48例 女性的死亡例是39例 平均的年龄是81.10岁 最高的年龄达到了101岁 那么上述病例都均合并了 严重的多脏性的基础性疾病 病情比较危重 包括晚期肿瘤 包括冠心病 心力衰竭 高血压在内的一个 严重的心虚脑血管疾病 以及脑出血脑梗似的神经性疾病 肝硬化中末期 糖尿病 以及尿毒症等 因为很清楚 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基础性疾病造成的 一般来说高龄老年人呢 免疫力比较低 体质比较弱 是新冠病毒感染的一个抑感人群 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 很容易转为重症 微重症 增加了一些抢救的难度 那研究表明呢 接种疫苗 对防止感染者转为重症呢 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从这些病例来看 我们发现 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呢 是非常低的 那么在这87例当中 只有5例 曾接种过疫苗 为此呢 就如刚才那个 王欣平主任者说的 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统筹 全市的医疗资源 针配重症医疗团队 畅动它的转整渠道 早期干预高风险的患者 避免它从轻症转为重症 从而降低重症的一个比例 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发挥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的优势 加强基础性疾病的专科化管理 做好医药病的会诊和指导 那么尽最大努力 来降低它的一个死亡率 那么还是一句话 请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呢 尽快地接种疫苗 好 谢谢你